中共二十大召开在起 众多境外媒体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10月12号中午 部分境外媒体记者便陆续抵达大会新闻中心 为报道工作做准备 来自意大利安沙社的记者安东尼奥表示 自己很关注大会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个世界上的国家会有很多影响 在世界上 我们可能会知道更多的主持人 在新的协议局部门 这些部分都像一篇图 这些部分都会给予我们一张照片的中国 安东尼奥已经来中国六年了 他表示自己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也很感兴趣 记者注意到他还在现场收集了不少大会提供的书籍 不少经外记者则是首次来华 对此次大会他们也有各自的关注重点 除了我第一次在中国 这也是我的第一次见证明 所以我认为我准备两鸟在一层 因为我能够证明一个很历史的时刻 或者一个很历史的时刻 所以我真的期待在中国 除了他们的功夫和脚趾过来的一代 也会有影响到其他人的世界上 能亲身参与大会报道工作 令纳尔逊十分兴奋 而这次中国行也帮助更多境外记者们 认识了一个全新的中国 中国最后也有很多影响到于亚洲 因为我们有最大的路由于亚洲 帮助中国政府的帮助 这是我的荣誉 我今天非常愿意 成为一个媒体的报道 我们会认识CPC people back home they might think of China as a very closed off country and of course that's from the media reports that we get there they're very biased one thing that we try to do is to provide our readers with an objective view of China and I already knew that it was going to be different from what I was hearing 但当我来到这里我更感到感到感到 看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感到感到感到